近日,美国拿来训练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,时隔两年后球迷又一次看到了杜兰特和威少侠谈生欢的画面,西日分院漩涡中的两大巨星已经有了事前嫌的苗头,亚古记者Chris Mannix事实出击,发出了关于杜兰特明年会考虑重返雷霆的新闻报道。 勇士目前的情况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,互利、汤普森、格林、杜兰特和伊戈达拉五名球员下赛季的薪资总和就高达1.2亿美元,随着时间推移,这一数据将会直线上升,此前有薪资专家预测,如果勇士要强行留下这四名巨星,他们未来几年的薪资和奢侈税总额将达到几十亿美元。 此外,火箭最近平行向勇士发起冲击,詹姆斯加蒙古人后,又在心部筑起了一只豪门净旅,勇士虽然仍然是联盟独一当的球队,但上赛季他们就险些被火箭拉下马。 杜兰特两次拿到FMVP却难以获得媒体球迷的赞誉,以上种种原因都可能会是杜兰特离开的理由。 不过,杜兰特跳出河头重返雷霆,是否真的存在可行性呢? 理论上说,这当然是有可能的,毕竟当年詹姆斯就是在越火,夺得两次总冠军后重返家乡,随即写清了背叛者的骂名。 然而,雷霆现在的情况,与2014年的骑士又有些不同,雷霆今夏刚刚于4年1.37亿美元却约了乔治,加上魏绍,亚当斯等人的打合同,他们目前的薪资总和排在了联盟地,因为杜兰特今夏签约了价值6150万美元的一加一合同。 就这个级别的巨星来说,三千万年星已经是保底价,但雷霆陷入无法腾出如此巨大的空间,雷霆已经有了威少,乔治和亚当斯的豪门阵容,与当年詹姆斯已救世主的身份重回其事不同,杜兰特回归雷霆只会落得一个抱腿的恶名,而勇士虽然会遭遇工资帽的压力侵扰,但总体来说,他们的杜冠概率还是会大于雷霆, 杜兰特选择回归,为了有些得不偿失,另外,雷霆对杜兰特的情谊,并没有他的对视地位那么高,杜兰特才离开两年,雷霆就要去去一名新秀,穿上了杜兰特的35号球衣,虽然说杜上回归新秀,可以认出这个号码,但看起来却显得有些尴尬, 詹姆斯带领骑士夺冠,是因为他加盲了家乡云南,而杜兰特想要学习前辈的成功之道,最好还是等到雷霆破落之日,实力下降时再重返那个梦想开始的地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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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